Hello,大家好,我是Kathy 今天帶大家來香港的士尼樂園酒店Staycation Hello,大家好,我是Kathy 上一次的余景灣Staycation 隔了差不多兩月有多的時間 記得上一次的觀眾提議我們可以住這個的士尼酒店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滿足大家的願望 來住這個的士尼樂園酒店 我們剛剛check in 了,現在跟我一起上房吧 首先尋找度假區穿梭巴士的路牌 後面就是迪士尼樂園 超想進去,不過遲些 找地圖上A區的位置 這裡就是酒店的穿梭巴士 等會有車 今次住的是3018號房 接著這個路牌直行就可以了 HELLO,各位,我們終於上到我們今次住的房間了 現在就給大家一個很好的room tour 首先就是衣櫃 我覺得他給的物品都滿充足 而且都算有心的 就算他知道我們是兩個人 都照給了很多物品 大家來看看吧 就是有浴衣 一共有四件 兩件是小朋友的 另外兩件是大人的 另外這邊 就會有一些拖鞋 是有四對 大人、小朋友都會齊齊 也蠻好的 風筒就是放在裡面這個位置 你用不著拿出來就可以了 接著就是廁所啦 一起進來啦 首先就是後面這個位置 位置是非常漂亮的 也算挺乾淨的 接著就是一些普通的洗用的物品 你有需要就用 不過我自己自備了也OK的 接著就介紹一下 超級大盒的物品 還有上面是印了很可愛的 七個小一人 我一定會用完它 或者會拿回家 紙巾這個位置都挺搞笑的 它是放在下面這裡 那你從下面抽出來 就不是平時我們一抽抽不抽出來 好 那我們參加了廁所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飲品的bar 這次給了我們兩支1L的水 不需要帶自己很多水 挺好的 它也有寫到的 如果你需要額外的水 你就要去買的了 這個就大家注意了 但我覺得其實你這麼大瓶都夠喝了 而且你只能熬水 應該沒問題 然後就下面這裡 可能不冷的雪櫃 是真的不太冷的 有一些咖啡茶 自己洗來喝就可以了 還有一個很搞笑的小朋友的杯子 應該小朋友用會很開心 它也算乾淨沒有污漬那些 也洗得很好 而且它也很好 看到他們生日送了一個 今天是我的生日的的士尼人物牌 超級可愛 它還挺貼心的 檢查的時候就發現到了 我們沒有跟它特意說 收到這個用毛巾貼成的米奇老鼠 說真的我會不捨得用 生日卡 好美好有心思 好 接著就到我們的沖頭戲 就是我們的房間了 我們這次是有兩張雙人床 超棒 而且每張雙人床都應該很大 我這次會看看它有多大 看一看 應該是1.5米 因為我167cm 爆響口 另一邊也是一樣 它床的軟硬程度 我覺得適中是OK舒服的 枕頭 正常 不過我自己也是喜歡那些 硬身有弧度的枕 但這個按個人喜好 房間也有兩張迪士尼明信片 有興趣留為紀念或寄給自己 床頭櫃下面的櫃桶 有一本資料 裡面有一張優惠券 記得拿出來用 待會再分享戰利品 最後大家有興趣看看我的景點嗎 準備來吧 3 2 1 其實我們這次的景點 其實我們這次的景點 我覺得就還好 因為我看上網很多人都能住的露台 看著內圓景 但這次我們這次似乎就差一點 但也可以說一下原因 本來我們訂了旁邊的探索家道家酒店 中間網站前一星期打給我們說 酒店不開放 所以我們以為真的不開放 但剛剛坐車的時候 發現其實它有開放 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這個機會 唯有去回到最傳統的的士尼樂園酒店 我覺得它的裝修 老實說 不是我很喜歡那個類型 我覺得它是少少老徒 但它勝在這裡 全部地方都很乾淨 所以我覺得 OK的 滿意可以接受 而且它的工作人員都很好 所有事情都會解釋得很清楚 很細心很仔細 我們休息一會 然後我們就去迪欣湖那邊玩玩 回到那邊見 迪欣湖活動中心 在2005年開放啟用 裝修以優雅 簡約藍白色設計為主 這次我們想玩水上單車 就是這個 認住這間白色涼亭 沿著欄杆排隊 兩座位每小時是130元 你會收到這個單據 在正前面的入口處隔壁的便利店那裡付錢 好 我們說這麼快就已經坐下了在那架船上 那架船就是這樣的 但是這裡那些船你覺得好沒踩嗎? 我覺得舒服就和味道,但味道要鴻出來才行 就是這裡那些船就感覺維修和模樣比較好一點 但是一分錢一分貨我覺得都OK 而且它整個環境都是舒服,沒有那麼大浪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點 另外這裡的位置我覺得比較符合人體工學 因為平時它大味道那些是硬板椅 踩上一下你會很辛苦 但是這裡是有點斜腿的感覺 就是這樣 另外我教大家一件事 它後面其實是可以擺袋的 你不怕就扣住那個扁的位置就可以放下你的袋 但是今天最大擺筆是我竟然還有一條裙子過來 對 唉,我現在找件衣服頂著應該都OK 不怕就光的 我沒有期望我會踩單車 因為你沒有跟我說地陰壺這些玩笑 你認真呢?你真的不知道嗎?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自為只有野餐和踩單車 OK 其實地陰壺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大家按自己需要 有些人可能喜歡在這裡踩單車 即是真的普通的單車 還有運動、夜餐 但是這裡要留意就是 它不可以放下 連封身都不可以 大家要留意這件事了 想說一個問題就是 你一踩它 它的水在旁邊進來 我覺得好煩啊 這個是普通的潛水來的 天啊,為什麼會進水的? 這個是有點不妥的 好,那我們踩完單車之後 現在就來正式遊覽這個敵陰壺 不過我們都不會太深入地走 純粹是享受一下這裡 看看人們做了什麼 我們下次可以再來做多一次 我們現在一起走一下 休息一下 我們下次可以來踩單車 我也可以啊 剛才看到有些人租家庭單車 是啊 感覺都不錯 這裡真的很舒服 好啦,現在時間繼續遊覽 目標就是前面這座白色涼亭 終於到了 現場看會比畫面情熱更好 當進去都算多人拍照 記得把時機走進去拍 這裡真的很舒服 無論你想來拍照 夜餐、氣閣下午都很適合 這次停留在迪欣湖的時間實在太短了 我一定會再來的 我們回到酒店 來到最後一個行程 就是去游泳 但也有注意事項 雖然泳池的開放時間 是早上8點到晚上10點 但一定要提早預約 不接受walk in 準備好 就一起進去泳池裡 記得先拿毛巾 上水的時候 就可以馬上擦乾身體 泳池就是這樣 雖然面積不大 但因為限制人流關係 所以我們遊得非常舒服 和其他日距離都很充足 不過當日沒有太陽 而且非常大風 所以我們把時間快快便下水了 真的不是開玩笑 就算上身穿了前水衣 都真的很冷 所以要盡快游泳 令身體變暖 滑雪我剪片的時候 才發現她當時想遊背泳 就算是太好笑了 最後就來介紹室外的滑水梯 滑水梯9點半才開房 走大梯的時候 還可以看到外面海景 開始了 個人覺得以規模速度而言 都算頗刺激 有高低起伏 真的頗好玩 但中途也會有停頓的時候 要自己移動 不過真的很好玩 當日玩了三次才可以離開 現在就來欣賞她的完美下水 游泳部分來到這裡 現在先回房間 下一站來到酒店裡的手信店 就是這間黃庭禮品店 就是這間黃庭禮品店 商店裡的產品林朗滿目 有非常多不同的選擇 一定可以找到你喜歡的產品帶回家 好 現在快速跟大家開箱一下 剛才我們在樓下的禮品店買了些什麼 其實我跟她也沒有想買些什麼 但剛剛在那座禮品裡看到一些Coupon 消費完之後再送一個禮物給你 我們就很好奇買了這裡的物品 跟大家看看 首先我就買了一個這個瓷製 我覺得挺可愛的 因為它全部迪士尼的米奇米尼 高飛 唐龍鴨 都在裡面 覺得很可愛 所以就決定買這個回來 它的價錢也很便宜 49元我覺得也合理 加上它有那張10元的Coupon 即是30多元就可以買到 那就放在家裡榴槤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人喜歡跟我一樣 是會買前吃回家的 第二個買的是這個Coupon 價錢是159元一盒 它有四個味道 沒錯 就是我手上這四款 首先是傳統的朱古力味餅乾 小小塊都挺入口 不會太甜 適合大多數人吃 第二款是米奇老鼠造型 也是朱古力味 不過這個真的太甜了 吃完要喝水 第三款是士多啤梨味餅乾 也是印有米奇老鼠圖案 這款無論在造型 味道也是我最喜歡吃的 最後一款是黑芝麻味餅乾 好香黑芝麻味 如果你喜歡芝麻味就很適合 它的盒子也是小小的 挺可愛的 有什麼想放進去 吃完就可以用它 挺漂亮的 不錯 然後另一份禮物就是 胡椒套 米奇的 還有這個 我忘記什麼名字的 這兩樣的物品 你要在裡面的商店有消費 至於詳細怎麼做呢 就教一教大家 Log in它那個Wi-Fi 然後輸入你的登記E-mail 以及你的名字 提交 它就會給你一個E-mail 我覺得超級可愛 超級可愛 超級漂亮 大家自己喜歡就買吧 最後大家看看這裡的裝修 風格行一種優雅莊園路線 個人也挺喜歡的 再進去有超美的天花水晶燈 超級夢幻 有一種住在城府裡的感覺 很難不停下打卡 和欣賞 好了 今次我們的迪士尼樂園酒店 Staycation之旅 就來到這裡了 希望你們喜歡 還有今天是她的靜日生日 生日快樂 謝謝 耶 希望下次我也有機會去這個探索家 度假酒店 一定有機會的 下次你生日去 下次你生日去吧 下次我去吧 即是明年 好 記得comment 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